偷窥是惯性 如果想擺脱 也不是沒有可能的 心耳恭聽 首先 你要試著相信別人 如果你還能時常保持微笑 又可以相信別人的話 那你算得上十分完美了 你這是在損我還是在誇我 那就要看你怎麼想了 蔡寧 謝謝你這段時間對我的照顧 如果有什麼得罪的地方 請你諒解 我知道牧總監也不喜歡我 所以麻煩你 替我跟他說聲謝謝 請你諒解 終於脫離苦海 這個結束 意味著另一個開始 說得好 聶四季特別喜歡你 在醫院那天 他知道你要來等著你一晚上 可我不喜歡他 徐墨嵘 你在大眾眼裡是個暖男 你不可以這樣說話 傷人哪 對待愛情不能委婉 必須止盡 盯緊資料上的人 我要知道關於他們兩個人的一切 盯總 不是 我現在已經不是敵愛的員工了 應該叫你丁先生 丁先生 麻煩你能不能不要再來打擾我的生活 不能 你跟我沒有任何瓜葛 剽削的罪名也洗清了 但不代表 你自由了 怎麼 想綁架我 綁架人可是犯法的 犯法的是我不做 那你到底什麼意思啊 比賽輸了的確要離開迪愛 但不代表 你能擺脫迪愛 只是換了工作地點 如果通過實習 將成為迪愛正式員工 合同生效後五年內 必須以迪愛集團為重心 禁止轉讓轉載一切設計 否則 將追究法律責任 你是說我通過實習 成為迪愛的正式設計師了 所以還請你履行合約 對 否則 追究法律責任 丁總你怎麼來了 我馬上完了 最後一張 我 丁總我 我整份奪表畫的設計稿 你為什麼不珍惜啊 這張算我的 你完成了 吃了嗎 獎金 別擔心獎金少不了你的 現在最重要的是把飯吃了 你怎麼知道我沒吃飯啊 他告訴我的 那人是誰啊 幹嘛偷拍我姐啊 又是這部名車 我姐家班有人陪 難怪不著急回家 嘿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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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